今年的上半年 国民在当当的消费的电子书和指书的总量达到了4亿册 其中电子书达到1亿册 指书是3亿册 电子书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 同比达到了120% 但同时指书也依然保持着超过20%的同比增长 可以看到我们国民对于阅读的需求 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增长 在全国的所有省份中 广东 北京 江苏 排在了当当整体的消费的前三位 北京和江苏三省的电子书的阅读人群 占到我们当当所有电子书阅读人群的基本上快接近一半 指书的消费的测数 基本上是占到30%多 我们今年非常高兴地看到 我们腰部的这些省份 包括像山东 上海 浙江 福建 也有非常高的消费的增长 我们腰部的这些省份的占比 从以往的40%多提升到了50%多 这说明我们的阅读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普及的一个态势 这个女性的读者的人群是略低于男性人群 但是通过当当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虽然人数可能略少 但是我们的读书量大 在当当的女性人群读者的 这个读书的购买量是男性人群的1.5倍 两性之间对于读书的偏好也稍微有所不同 女性读者更喜欢的是这种心理和情感类的书籍 而我们的男性读者更偏好于悬疑和公用类的书籍 在当当所有的读者中我们做过调查 有64%的读者他们愿意选择数字阅读的方式 那其中在数字阅读的这个人群中 有67%的人群是我们的90后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个比例呢是非常高的 看完了我们上面的一些大的数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当的读者在读一些什么样的书 今年7月份当当发布了我们关于指书 电子书听书的这个排行榜 这是我们当当指书的这个虚构 非虚构和童书的排行榜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虚构类的作品这个排行榜上 我们现象级的这个口碑作品还是持续占据了我们的榜单 那虚构类的榜单里面我们经典的这个作品还是经久不衰 在童书榜单里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我们自己本土的原创的这个童书 和我们翻译引进的图书已经是平分秋色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每一个榜单的Top 1的书 在第一个虚构榜的Top 1 《人间诗格》 这个书就很有意思 大家知道《人间诗格》已经是1948年出版的一个将近70年的公版书 那它可以在近期登上当当这个排行榜的这个虚构类的榜首 而且在这个三天呢我们就有五万多册的销售 这都来自于我们年轻人中所流行的上文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的亚文化 现在对于阅读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在我们的非虚构类的榜单第一位呢 是杨将先生的《我们三》 这本书呢已经是持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畅销 而且自它上市以来在当当一个平台 就已经获得了我们55万读者的好评 那在童书榜单的第一位呢是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这本书累积在这个当当销售了50万册 这也说明这个符合我们本土的情感的这个儿童的作品 已经越来越受到我们家长的认可 纸质书呢我们对于读者的了解呢就止于销售 当读者买了这本书之后 他后续会做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电子书呢不同 我们对读者的了解呢可以从他选购图书 从他购买图书到他这个阅读图书的整个的全过程 我们都可以得到非常真实的读者行为的这个一个图像 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发布了对于电子图书的从收藏到它的购买到阅读的三大榜单 这个榜单是基于我们电子书4000万用户它的数据行为而得出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分析我们三大榜单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收藏榜中 其实藏着的是我们读者心中理想的自己 而在我们的购买的榜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是读者当下的阅读的刚需 而在我们的阅读榜中 我们可以发现说究竟是哪一些书真实的占有了我们读者宝贵的时间 那综合我们三大榜单的这个前三位的榜中榜 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获得我们读者青睐的 还是这种现象级的口碑作品和我们热门的影视IP作品 当当这个除了纸书和电子书 我们今年五月份首次上线公册了我们的听书 那听书呢目前呢是有三万多小时的这个出版物的听书 内容呢会涵盖到这个小说文学 社科精管 儿童教育 这各个的种类 也包括这个网络文学 那我们看看就说在当当我们的听书 哪一些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听书 我们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 在听书的榜单上有两类 一类呢是像金瓶梅 像这个四世同堂 像这个格林童话这样的文学经典 还有一类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像鬼吹灯 这样的这个热门的IP 综合以上的这些榜单 我们想来分析 读者到底是在为什么样的书买单 什么样是他购买时的这个心理需求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读者是在为现象级的口碑作家买单 我们看到这个像追分针的人 像这个东野龟吾的解忧杂货店 像于华老师的活着 这些书呢就是在全球的销量 都是累计上千万册的 他们一直都是在当当的畅销榜上 是长居不衰的 而且仅仅是在当当一个平台 这些书就已经获得了三百多万读者的好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不管是东野龟吾还是余华 他们的每一本新书上市的时候 都会获得读者的这个追捧 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善罢 所以可以说明这些口碑的这个 口碑级的这些现象作家 他们是读者追随的这个对象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读者还在为我们杰出的文化创作者买单 像刘慈欣 像这个天下霸唱 他们都是这个畅销小说家 那像杨江 像贾平蛙 这都是我们的文化大家 另外呢还有像张佳佳 刘童 这是我们的青春代言人 他们的作品呢在当当的这个销售板上呢 也是常年排列名列前茅的 另外呢今年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热门的影视IP 对我们图书销售的这个强烈的拉动性 不管是《十里桃花》 这个《人民的名义》 《白鹿园》 《我的前半生》 这些热门的影视剧的播出 迅速带动了它的原著小说的这个热卖 不仅是指书 电子书 听书 都受到这些影视剧的拉动 而纷纷排上了我们的排行榜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 读者也在为寻求这个解决问题的干货而买单 当下的这个时代呢 就是生活节奏很快 这个压力很大 读者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很多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读者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投资 理财 儿童教育 孩子的教育 包括这个演讲 包括职场 这些呢都成为了我们年轻读者们的 阅读刚需 另外呢 读者还在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买单 当下的这个热门话题 人工智能 一带一路 未来简史 我们的读者为这些书而买单 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握我们现在的趋势 他们在阅读中还在为其他的东西再买单 首先我们的读者在为这个多样化的内容再买单 在我们当当的这个读书的APP上 我们提供了50万种的这个电子书 我们提供了有网络文学 有漫画 有听书 我们发现在这些丰富的阅读形态中 我们有很多的读者 他们每一种形态都会下载都会来阅读 那读者还在为这个互动化来买单 在我们的这个读书APP的社区里 我们建了一个非常大的读者的互动的社区 在我们这个社区里 我们邀请了300多位的读者大咖 加入到我们的社区来和读者进行互动 那这些作者和这个读者的互动呢 是非常的这个频繁和密切 那在我们的社区中呢 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专业的出版机构和专业的编辑 为我们的读者呢创建这个导读 针对一本书的比较深入的这个评论 以及创建这个书单 我们发现导读的用户呢非常的活跃 每一天我们的读者中有五分之一的人 他会来登录我们的导读 通过导读中的这个文章来寻找他想要读的书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创建了这个读书计划 秒读计划 我们希望呢就是为读者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读书 我们的秒读计划呢是每天拿出3600秒 一个月呢帮助大家完成四本书的阅读 我们很高兴地发现 我们有122万的读者参与了秒读计划 另外呢读者还会为便利性而买单 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阅读的这个APP中 我们发现这个听书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刚才贾总有分享就是说大家这个阅读的时间段 我们发现这个时间段是三上 侧上 路上 船上 那在这样的三上的过程中 听书无疑是比这个电子书比指书的阅读有更大的便利 可以解放大家的双手和双眼 只需要用耳朵来听就可以了 所以听书上线之后呢已经获得了 迅速获得了我们读者的这个喜爱 现在我们听书的读者已经就是占到了 我们所有这个用户的十分之一 另外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电子书的包月的服务 包月的服务呢就是每个月你花六块钱 那你就可以在七万本书里面随意地看 不受限制地来看 这样呢节省了读者的这个购买支付的时间 我们发现呢读者对于这个租月的方式呢非常的认可 通过这种租月 参加租月计划的读者 到目前为止他们下载阅读的书的总量 是未参加租月读者的四倍之多 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书非借不能读也 我们说阅读已经被重新定义 阅读不再仅仅是以往的我们所理解的给读者提供文本 也不再仅仅只是内容的阅读 阅读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阅读包含了更多的含义 所以我们当当在想我们怎么样为读者提供一个更有价值的阅读 这个价值在于哪 首先我们希望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阅读 首先我们希望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阅读 另外这个方面也来于更多的阅读形式的阅读 有价值的阅读还在于我们希望为读者发掘更丰富的内容 我们希望所有的出版物都有电子书都有听书 那我们也希望为我们年轻的读者提供更多的二次元的轻阅读的内容 漫画 网文 我们还希望给我们的读者能够提供我们的讲座 我们的在线的课堂 另外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阅读不再以书为单位 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基于观念词的 基于知识点的这种搜索阅读 另外呢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一块价值在于为读者找出真正值得读的书 为读者找出他感兴趣的愿意读的书 在当下这个内容如此极大丰富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找到读者爱读的书 这其实是每个读者的痛点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精准的推荐 基于我们的大数据 also by also will 看过这本书的人还看过什么 买过这本书的人还买过什么 为读者找到符合他个性化的 他所感兴趣的阅读的内容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各种的建读的方式 为读者发掘真正值得一读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导读专家的这种指点专家的这种推荐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发动读者相互之间的互动性 通过读者为读者推荐他们所喜欢读的书 还有呢基于我们所有的阅读数据 基于我们读者在选购 在评论 在阅读的时长这些的数据 我们希望为每一本书给出一个阅读的这个可读指数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在数字时代 阅读不应该再是一个孤独的事情 我们以前老说阅读是孤独的 但是在数字时代我们的阅读不再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通过书发现跟我们有同样感兴趣的人 我们可以通过人交往到更多他所关注的人 那我们通过数字阅读 通过我们的这种很顺畅的这种交流 我们就可以实现把这个灵魂和灵魂连接到一起 我很喜欢一本新书 它在题词上就说 人可以不认识人 但是灵魂认识灵魂 所以这个我觉得通过我们的数字阅读 我们是可以实现 让每一个热爱阅读的灵魂都不再孤单 都能找到跟它相投的灵魂